我觉得大陆的学术靠一个传统 香港就靠一个制度 你看大陆它虽然政治管 经济又来干扰 可是很多人做学问 他是不管那些的 那些东西我来应付 你搞运动也好 你要赚钱也好 那个是那一套 可是我心中自有一套 我老师王瑶老师是怎么工作的 钱宗书是怎么样的 大家心里有一套学术的一套价值标准 做学问还是找这套标准做 香港的制度很透明很公平 就像他说什么都可以找得到 但是很少有遵循一个学术传统概念 就没有不像他们北大那些人 他有一套 比方说你知道最早跟我介绍他是钱里群 他们北大的一个比他年纪大一点的 那个时候我们华东师大的现代文学也不错 结果老钱就有一次跑来跟我说 他说我们现在北大 我们找到了陈平原 我们不怕你们了 这句话我印象为什么深呢 那就是一个老师对自己学校对自己学科的那种责任感 你今天要在香港就这样 学校里有人笑死你 我要说我们现在有了谁 我们岭南不怕你们中大 谁要你管岭南的事情 我们岭南大学大部分的老师是不知道谁是陈英雀的 他们只知道现在谁要来做副校长谁要来做院长 而这套制度我现在身在其中 人就是这样你越在其中越看到它的缺点 而且香港的这套缺点正在影响大陆 它以国际化的名义 它的统计是量化的 它是以项目走先而不是以成果走先的 它的片面的强调国际化 其实是英文化 所以这些东西 其实尤其对文科 它也许对理工科有点道理 但是对文科 对香港的文科 以及对内地的文科 现在我觉得将来都是损害很大 我不知道你怎么说 徐泽东是20年前在大陆教书 所以他知道这是20年前的中国美好的回忆 对对对 而且时间给你好的回忆 而且你见到的个别的人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 这里是13亿人 那里是700万人 我已经说留不起了 700万人的一个小地方 有三所大学 比如说起码港大中大科技大学 不是这三所 算是亚洲一流 起码在八所也都像模像样的 所以平均水准而言 香港的大学比大陆大学又好得多 但是因为你想想这么多 你认识的只是这么多的大学里面一个 学术精英 对学术精英 而且还是即将退休 或者已经退休的 就是我们的思路 他说的有一点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就是说 其实今天的制度化的管理 我们看到了他的规范 包括职业 包括你说的所有这些东西 逐渐在大陆也都在推行 然后像我们自一辈年纪比较大的 或者已经退休了 我不管 我做我自己的 没有问题 年轻的他们压力很大 你知道吗 他们也同样跟香港的青年旧事是一样的 受到这一系列的那种制度的压迫 压迫 我说的是不同的专业 我现在老在批评这一套 以我们说课题为中心的 量化的 国际化的 而且现在好多大学规定了莫名其妙 比如说 生父就送以前 一定要在国外待过一年 有好多大学规定 最近一个南华一个大学更离谱 规定入职之前 必须在国外待过一年 诸如此类的乱七八糟的规定越来越多 而你所想象中的 有大的情怀的学术传统 逐渐在失落 我不能说没有 直到今天为止 比如同样 我在中文大学教书 我能领会得到 比如带学生 我说他们的好处是规矩 职业化 很早就知道我要做什么 而且一步一个九一 这么走下去的 而且他们走到什么地方 比如30年后 他们能知道大概是什么样子 而北大的学生天马行空 不知道哪一天就变成国务院总理 或者是外交部长 所以他会有这个期待 我在中文大学讲 研究生在课的时候 就发现一个问题 一开始他们不喜欢谈大的问题 就是专业 专业以外他不感兴趣 北大的学生专业 专业以外更感兴趣 对 他们会有这一类种 我说家国情怀 而且确实你必须 我后来批评过他们的思考问题的方式 过早的职业化 过早的把自己定位于某一个中学的教员 或者某一个大学的教授 就定在这个位置上 他们的目标就这个 北大的不是这个样子 北大做得好的话 会有宏大的理想的实现 做不好的话 跨跨其堂 跨跨其堂 就很容易变成另外一种毛病 但相对来说 你就是说 对于具体的 对于日常生活的 对于你的具体的工作和职业和专业的超越的话 北大会在他们之上 但是这个传统正在失落 是 你们刚才讲的 我都想到了我们这个电视界 对 你知道曾经也是学香港 可是现在我就发现 各有各的问题 你知道你讲的问题 其实有一个什么 好像是大陆人有终极关怀 对 这个香港人 有句过去你们老说一词 我现在在香港人身上弄明白了 叫工具理性 你知道有时候在香港 跟一个导演合作 也是很头疼 他们也很烦我们大陆人 你知道吗 就是说 对他来说 按时按点 完成他手头这件事 我们不可以说改了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片子会更好看 更好看他是不管的 他不管这个片子完成之后是什么 他讨厌的就是说 你这个字幕三点钱就应该给我 你现在还没给我 你现在给了我 你还说有个字打错了 你还让我改 他怒不可遏 可是他不会管最终 可是你翻回头了 我们要到了北京 那就聊起来 个个都是终极关怀 我们这节目最后要 明天没人来上班 就是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而且我听你们刚才讲的问题 还有一个项目和钱的问题 我也是觉得过去咱们说穷作学问 现在大陆有了很多的钱 但是我们怎么觉得有了这么多的钱 教授们都更不像话了 其实是这样的 不是每个学科都需要很多钱 比如中文是吗 其实人文学科很多 没必要那么多钱 但是我的问题是 今天的课题的方式 其实是在补贴 某种意义上的补贴就说 我批评大陆的制度是 我们的薪水很低 我们的奖励很多 我们的奖励超过薪水 这是在香港的话 就不是激励你努力工作吗 对 他们的思路就是管理的人 想说底性很低 然后用各种各样的 你来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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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给 给了以后 你就会用什么挪来挪去 我开玩笑说 年初的时候做计划 年尾的时候找发票 这变成今天的大学就寿的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开玩笑说 今天有一天 假如中国严查 所有的暴战 我不敢说百分之百 但百分之九十的就寿的 百分之九十的就寿 或者这些研究科技 都有问题 因为没办法 那个制度规定你 导致你将来会走到 但是香港的项目 就是另外一个情况 它不能拿来自己用的 它也不能拿来吃饭 也不能买来自己买电脑 什么什么都不可以 但是它算你的成绩 换句话说 比方说你们今天两个人 他出了三本书 没申请项目 你申请了三个项目 你什么也没出来 升职还升你的 在香港的话 以前北大有一个美好的传说 是很久很久以前 几年前了 很多地方都问我 我都给他们说 很美好 但是不真的 为什么他们都说 凭教授两个人的成果一样 一个有项目 一个没项目 北大的教授都说 当然是凭没项目的 因为他没哪国家的钱 做得还跟你一样好 是不是 他没哪个 不可能 但是当初 这个美好的传说 在很多地方用来批评 他们当地的领导 然后我跟他们解释说 确实没有这个传说 这么神奇 他们确实我们不是特别看重项目 但是压力越来越大 今天的年轻教授 我们的年纪大的老师 比如著名教授 比如说以前的老钱 或者是 没项目 李玲 才不理这些 没项目没有问题 著名的教授没有问题 年轻的教授 你没项目的话 根本不行 你要站在 我们都是从二十来岁 从那些老师指导下走过来 你要站在现在这些二十多岁的人 他面前就这么多规矩 就逼得他们往这条功利的道路上走 我觉得是毁求问 那么就是都成了投机分子了 不 不能这么 这样说有点不太恭敬 因为是这样的 我老说是有两种专业不一样 比如说有的专业没有钱是做不了的 比如说我要做大量的社会调查 你不给我钱 我怎么去调查 比如说有些工科 我这种专业